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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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存款凍結反被誣告 河南儲戶投訴法院 中國經濟惡化 年輕人掀起創老式消費 冒險走線進入美國 移民律師表示 大量中國人在覺醒 臺灣嘉義水上青牛 智慧栽種木瓜 首度禁軍超商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近日被非法凍結存款的 河南村鎮銀行儲戶 投訴河南省高院 及轄下法院違憲違法 主要原因是 法院污蔑受害儲戶 參與非法集資 近日 河南村鎮銀行儲戶 對河南省高院 及轄下法院提出投訴 原因是河南法院 違法剝奪儲戶 民事訴訟權 以及污蔑儲戶 是新財富集團 非法集資的受害者等 法官說了 次案人員 就是新財富被騙的 儲戶有34萬 那我就問他了 我說那三方的什麼店 胡椒 他說他不知道啊 沈高院直接被我問的沒話說了 他說反正不是我們判的 是中院判的 你們想問什麼 你們到中院去 11月2號 儲戶拿到一份河南上菜縣法院 11月31號的刑事判決書 多名攬儲的前客遭到判刑 而且這個日期也不存在 受害儲戶表示 法院判決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他們是合法的存款 都是透過網絡銀行轉賬的方式 向自己的村鎮銀行卡賬戶賄入活期存款 沒有拿高息 河南高院袁小剛亭長告知出戶 9月26號 許昌市中級法院已判決 但查不到相關信息 質疑法院暗向操作 受害儲戶打電話向法院確認 得知他們的存款將如P2P一樣清退 自行承擔損失 河南村鎮銀行去年4月爆發取款難幣案 引發大規模抗議事件 之後墊付50萬元以下的儲戶 但上千名外省大額儲戶至今無法取款 多次到河南追討存款 遭到河南警方毆打抓捕或非法囚禁 新唐人記者熊斌高裕採訪報導 中國經濟持續惡化 民眾生活日漸艱難 很多年輕人為了省錢 興起蹭老式消費 甚至去老人平價食堂吃飯 上老人大學 據報導 近日很多中國年輕人 興起所謂蹭老式消費 比如吃飯去老年食堂 旅遊報西洋紅旅行團 去上老年大學等等 與此同時 年輕人逛商場只去物價低的地下商場 有網友感嘆 窮我們逛不起了 樓上不屬於我們 也有網友表示 樓層越高 東西越貴 年輕人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 所以只去B1B2地下商場 逛逛名創優品 優衣庫吃吃麻辣燙 主打一個輕輕鬆鬆 第一百貨 底樓還有些人賺 三到二樓以上 好像幾乎都沒什麼人味 我現在懷疑他們也撐不了多久 要關掉 像上海600 還有太平洋百貨不都關了嗎 現在餐飲的 比方說商場的 在五樓六樓七樓的那些 就大品牌的餐館 確實生意也挺難做 現在B1B2的那些餐飲 確實是能成堆 在外面排隊的 然後裡面出餐都是流水線一樣 確實比較繁忙 地下的餐飲確實是便宜很多 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現時收入的減少 然後包括收入預期的減少 還有一個其實就是消費主義的退潮 現在可能大家更追求的就是實用 就是過生活 報導指出 哪裡有人潮 品牌們就往哪裡去 連海底撈西貝等大牌餐飲 也已經擠進B1B2 既然年輕人不願意上來 那他們就主動下去 隨著越來越多的業者湧入 B1B2也變得已鋪難求 新唐人記者 陳潔李珊珊舒燦採訪報導 陰霾再次籠罩金經濟 北京從週二開始啟動空氣污染紅色預警 要求民眾減少出行 天津 唐山 石家莊等周邊 至少十幾個城市發布橙色預警 預計影響1億居民的正常生活 週三 霧霾再次籠罩北京及周邊地區 北京 天津和河北多地 週二啟動最高級別的重污染天氣紅色預警 當局實施臨時交通管制 稱能見度可能降到50米以下 嚴格禁止或限制機動車輛上路 京 京 季等地約1億民眾受到影響 我之前待的那邊空氣環境 會比這邊好一些 然後我們只是來這邊旅遊的嘛 然後沒想到恰討這幾天就是霧霾那麼嚴重 我戴的口罩都快用完了 一般孩子上下午會出來玩 然後霧霾太嚴重的話 就不帶他出來玩了 根據瑞士空氣淨化信息科技公司 IQAIR的數據 週三 北京 PM2.5 空氣細顆粒物的濃度 比世衛組織提供的標準值高出20倍以上 是全球空氣污染第三嚴重的城市 有居民表示 當局所謂治理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當前華北地區本應該秋高氣爽 但是多日來濕度偏高 氣溫飆升到接近攝氏30度 有專家表示目前天氣情況依然不利於霧霾消散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余良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自衛隊飛機在46人離開以色列 包含一名台灣籍民眾 中國湖南國有醫院突發通知 解聘全體員工 美國總統拜登指出支持出於人道主義以哈戰爭 暫時停火 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作戰 美國出手制裁土耳其中共與阿聯實體 近兩年來走線成為中國人來到美國的主要途徑 移民律師鄭存柱表示 這個現象是源於越來越多中國人認清中共 選擇離開中國 近期 大量中國人走線來美引發廣泛關注 美國移民律師鄭存柱表示 走線途經七、八個國家進入美國 其實危險重重 但為了逃離共產黨的荼毒 很多中國人仍選擇冒險走線 說很可能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幾年 然後本來是可以作為一個中產的小康之家 結果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 卻變成了一旦失去工作的話 可能你房子都保不住 據他瞭解 走線者中有許多科技業白領 小企業主和宗教信仰者 鄭存柱指出 共產黨為了維護政權 打壓異己、排擠專業人士 因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 特別是因為意識形態 因為獨裁跟民主 造成了中國跟歐洲跟美國之間的 這樣一個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吧 在很多場合下 比如說在烏克蘭的戰爭 哈馬斯里 以色列的恐怖襲擊等等 中國的選擇跟這些野蠻的恐怖的 這些國家和組織 侵略這個國家和站在一起 完全違背這個整個世界的這種追求和平 民主的這樣一個潮流的話 那麼中國會越來越被孤立 據報導 偷渡客以拉丁 比美洲公民數量最多 其次就是中國公民 聯合國更預測 今年會有31萬中國人移出 鄭存柱認為 這顯示中國人正在覺醒 認清中共 那種獨裁統治已經沒辦法維持下去了 據報導 今年1月至9月 美國邊境巡邏隊在邊境逮捕到22187名 非法入境的中國人 幾乎是2022年同期的13倍 今年9月 在聖地亞哥南部邊境被捕的偷渡客 有98%為中國籍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 澳洲智庫最新報告顯示 中共在疫情之後 大幅減少了對南太平洋島國的資金援助 專家分析 中共撒錢失敗 只能調整策略 但中共並沒有放棄對當地的滲透和晶圓外交 澳大利亞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週二發布報告 雖然中共與美國及盟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決定正在加劇 但中共已大幅縮減了對該地區的援助 2021年 北京在該地區的發展融資支出總額降到2.41億美元 低於疫情前每年2.85億美元的歷史平均值 中共在2016年拼命地在挖替台灣友邦的強調 它那個時候對於南太平洋的各國 尤其是跟台灣斷交的國家 它特別地去大大投資 這是一個交換嗎 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陳敏達表示 中共大撒幣收效未達預期 因此改變策略 而中共的政治擴張意圖逐漸顯露 對此 南太平洋島國已開始警覺 並不是真的有把南太平洋的國家當伙伴去尊重 中國在乎的一項就是它自己的影響力 甚至有介入政治和內政的嫌疑 很多國家是有點反感 我也不覺得中共不會就此 就放棄在南太平洋的國家建立它的影響 疫情開始之後 中國經濟很麻煩 它對一帶一路整體的投資金額就大幅度的消極 而且它以前投了上萬億的金額 根本就沒有收回來 在這麼一個大地底下 它對南太平洋一些導國 大紀元專輪作家王赫分析 中國經濟下滑 財政緊張 而中共大撒幣政策損失慘重 不得不做出調整 南太島它雖然都是一些小國家 但是它有個巨大的海洋面積 在聯合國有投票權 中共很看重 中共雖然在總體上減少了大規模的投資 但是通過一些具體的項目 一些小型的項目 能夠恩然起到經濟拉容誘惑的作用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趙鳳華、張丹霞、劉芳 蔡某道 寧川市原政法委書記李永寧被查 曾迫害法輪功 歡迎回來 週四又有一名中共政法委書記落馬 寧夏回族自治區寧川市原政法委書記李永寧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據明慧網報導 李永寧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中沒有說明李永寧被調查的具體原因 李永寧曾任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副局長 隨芬河市副市長、公安局長 黑龍江省公安廳技術偵查總隊總隊長 重慶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總隊總隊長 寧夏回族自治區寧川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政法委書記 據明慧網報導 李永寧任職期間 特別是任寧川市政法委書記期間 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當地法輪功學員羅新平被冤判4年負有責任 另外 在寧夏政法委610的操控下 寧夏銀川市中級法院2019年4月16日下達判決書 《冤判法輪功學員》 原寧夏勞動人事廳人事處副處長鑾寧10年刑期 勒索罰金10萬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李永寧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田園綜合報導 臺灣台北國際旅展3號登場 總統蔡英文第五度出席開幕典禮 致此時表示 臺灣觀光沒有因為疫情而停頓 業者也與政府相互合作 推出不同樣貌產品 透過旅展能見證臺灣觀光前進腳步 從這幾屆的ITF臺北旅展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值的提升 重視主題化 特色化 跟在地化的旅遊體驗 跟區域資源的整合 這是各級政府單位 以及業者共同推動的結果 不過我們還需要再加把勁 品質的提升與管控永遠都需要再進步 才能讓臺灣這個品牌能夠越差 越亮 越受國際旅客的青睞 這次臺北的國際旅展 總共有1300個攤位參展 每年最受臺灣民眾喜愛的 日本館及韓國館也擴大展出 並且還有泰國 歐洲等國家的觀光單位 都到臺灣來參展 要吸引臺灣旅客出遊商機 新臺亞太電視林家維 林天新 臺灣台北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蘋果公布2023財年第四季財報 iPhone營收和服務營收創新高 但除了iPhone之外的硬體產品都表現不佳 整體營收則為連續四個季度下降 蘋果大眾化區營收為150.8億美元 遠慶預期的170億美元 年間2.5% 以破產加密貨幣交易所 FTS執行長班克曼弗瑞德 長達一個月來的審判週四結束 他的七項刑事罪名全被裁定成立 接下來陪審團將決定他的命運 最高可能被判處監禁115年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 UAW週一結束了為期六週的罷工行動 UAW下一步組織豐田等非公會汽車廠商行動 外媒彭博報導 UAW主席菲恩表示 已經準備好挑戰特斯拉與馬斯克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週四在一份新的法庭文件中指出 亞馬遜使用一系列非法策略 提高其線上零售利潤 其中包括利用演算法 推高了美國家庭支付價格 亞馬遜被控透過秘密漲價演算法 獲利約10億美元 約新台幣322.9億元 新台電視整理報導 英雄就在你身邊 陸縣警局頒發年度勇氣獎 洛杉磯縣警局一年一度的勇氣獎 週四在鮑勃霍普愛國紀念館 頒發給了十多位警官 表彰他們勇敢堅毅 臨危不懼的英雄行為 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護民眾於危難 保一方之平安 在如今這個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年代 當一個警察風險極高 但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 週四下午 洛杉磯縣警局為約20名 舍己救人 勇戰歹徒的警官 頒發了褒獎 頒發的榮譽包括勇氣勳章 公祭金獎 銀獎 紫西勳章 人道主義勳章等 獲得公祭金獎的威爾斯警官 今年已是他加入警局的第12年 他曾在入室殺人案中 衝進室內逮捕罪犯 成功救出多位受害者 不少警察家屬也到場 一同見證這個榮譽時刻 現場每位獲得榮譽的警官 都有著驚心動魄的救人故事 他們衝向燃燒的房屋 汽車 與持槍的凶狠歹徒對峙 搶救垂危的不依百姓 每天他們在街頭巷尾巡邏 宛如社區的無名英雄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 劉佳佳 洛杉磯財網報導 部分美國銀行正在為儲蓄賬戶 支付超高利率 但絕大部分美國人卻並不知道 因此錯失了讓財富升值的好機會 您有儲蓄賬戶嗎 您的儲蓄賬戶利率有可能超過5% 您知道嗎 桑坦德銀行美國公司的最新研究顯示 20%的美國人不知道自己的儲蓄賬戶能賺多少利息 Bankrate網站的民調顯示 只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 擁有利率超過3%的儲蓄賬戶 實際上大部分美國人會在儲蓄賬戶 存放相當於三個月收入的資金 已被不實之需 Bankrate網站統計 大通銀行美國銀行的儲蓄賬戶 利率只有0.01% 而滿地克銀行的儲蓄利率高達5.1% Sophie銀行 花旗銀行 Landing Club銀行和Ever銀行的儲蓄利率 也都超過4.5% 這意味著哪怕儲蓄賬戶只有2000美元 存入高利率的銀行 一年的利息就可以超過100美元 而低利率銀行支付的利息卻只有20美分 同樣 風險極低的定期存儲賬戶 不同銀行的利率也從0.01%到5.75%不等 差距相當大 美國的銀行還有貨幣市場賬戶 這種賬戶跟儲蓄賬戶類似 但結合了部分支票賬戶的特點 比如能支付賬單等 同樣 銀行不同 賬戶的利率差別很大 值得一提的是 定期存款的利率 在自動轉存之前一直不會變 而儲蓄賬戶和貨幣市場賬戶的利率 卻隨時會變化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 綜合報導 台灣嘉義 水上侵謀 智慧栽種木瓜 首度進軍超商 在台灣 看準現代人生活追求便利的習慣 由嘉義縣政府所輔導的水上香果樹產銷班 第13班的木瓜 鮮切木瓜水果盒 首次進軍超商 小朋友大口吃新鮮的木瓜 為拓展地方農產銷售通路 水上香木瓜截切水果盒 在超商新鮮上市 三一縣長翁張良親自到台中來推廣 請民眾一起嘗鮮 新鮮木瓜打入超商行銷通路 這是嘉義水上香一群青農 利用自動化智慧化的科技方式精準生產 才能在11月還有香甜木瓜可以吃 翁張良表示嘉義縣推廣智慧農業 導入科技調節產期 把好吃的木瓜推上量販超商多元通路 夜經做好未來與接軌國際的準備 將嘗試把台灣的木瓜銷往日本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源楊淑棉 台灣台中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3年11月3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2138萬6550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7673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演唱片